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四川卧龙片区 是广为人知的熊猫家园 也是野生大熊猫的原始栖息地 大熊猫的周围还有许多可爱的动物邻居 跟它们共同生活在这片茂密而丰饶的丛林中 春夏之交 四川卧龙迎来了竹林发心损的梦季 满山的心损无疑给大熊猫提供了饕餮盛宴 布设在林间的红外相机也多次拍到 它们悠闲惬意把新竹子掰断包开 啃嚼得清脆香甜的场景 爱吃竹子的还有同样是国宝的川金丝猴 在刚刚过去的冬春季节 川金丝猴聚群团作共同进食 在冬季食物匮乏的时候 竹子然后也是给它们提供了这样的 非常必要的这种食物的补充 在大熊猫栖息地中 红外相机监测到了不少动物 一起吃竹子的有趣场面 比如这只名字中有牛又有羊 长相也似牛似羊的动物灵牛 比如这只毛色深沉 独享美味竹笋的藏球猴 这只健壮的成年中华斑龄 还有各种年龄段 不同性别 鹿角长短不一的水鹿 最近一只皮毛斑斓的金钱豹 在卧龙自然保护区 开满鲜花的草丛中 不太悠闲地经过 在过去的三年中 金钱豹数次造访大熊猫国家公园 成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区域内 即狼柴雪豹之外的 第四种大型食肉动物 正是由于林区丰富的 食草动物存在 供养了这些顶级掠食者 与大熊猫同地欺居的邻居们 除了地上的走兽 还有天上的飞鸟 黑胸歌曲是常见的歌唱家 唱出悠扬悦耳的歌声 柳英也不甘落后 他们其貌不扬 歌声却更为清脆婉转 雨色鲜艳的质类 是沃蓉山林的一大特色风景 种类与数量 在全球都占据了前列 其中不乏珍稀宾微的物种 通过不断地观察 不断地记录 现在一个明确的 有389种 据专家介绍 建设中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也是我国乃至全球 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多样的物种 构成了一个自然共同体 相依共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